来看到彭湖的旺安乡 乡公所的秘书赖世盈 他呢最近是闹出了非常严重的徒利的问题 他长相看起来有点像是阿扁总统的女婿赵建民 原本可是一个水利署兼任徐旨等的官员呢 想不到他主动申请高阶低旧跑到了彭湖的旺安 乡公所来担任一个小小的秘书 原来他别有用心 他涉嫌呢是违法标售了一千多笔的土地 勾结财团非法买卖基林地来换取容积率的奖励 这不法获利可是高达了五十几亿 不过如今可是踢到铁板遭到收押 洪湖旺安乡公所这九千多笔来自全台各地纳税大户捐赠的土地 公告限值超过四百八十亿元 再经过买卖换算成容积率 可是成了不肖财团还有政客眼中的大肥肉 叶中路先生他是旺安乡的乡长 叶明县先生是彭湖县的议员 他们对于这个案件是有相当程度的设论的 叶明县及叶中路把原任水利署 检任实职等工程师的赖士银安插成旺安乡公所的秘书 借此卖了一千零二十六笔的土地 背后金主非法获取暴利至少五十亿元 在昨天询问赖士银蔡东路管理以后 认为这两位被告涉嫌共同图一罪 有串供之余 申请羁押后获准 但是检方何时才会传唤县议员 叶明县及乡长叶中路 这下子成了各界瞩目的焦点